字豪 字豪 我看你就 做到今天吧 可是老闆 我下個月才會跟我女朋友求婚 那不然這樣好啦 其實我有準備這個資遣費 你就拿去 讓你求婚順利 好不好 字豪 八十七塊 字豪 陳志豪先生呢 於2018年7月13號被老闆開除 待會呢你會接受七個審判 我們是幫你辯護的三位死者 我知道 是不是那個韓國的雨 不好意思 我們是台灣的 謝謝 我叫謝燒賣 我肚子嬌 什麼七個審判 我下個月要跟我女朋友求婚 我得找到幸運工作 千點擊 求職地獄有七個審判 分別是 準時 溝通 態度 合作 上進尊敬 貪婪 等等 德純 下幾點 八點五十九分 糟糕 遲到了 快跑 第一個審判是準時 他會依照你之前工作 遲到早餐的情形去 審判你的罪 你有沒有看到越人死鬼 罵了 從第一集追到第二集都追不到 喔對了 你的外套 劇組忘了帶 還謝了 鬧鐘 連十折都帶著我遲到 撤二踢頭 還遲到五秒耶 五秒 審判官 2017年1月3號 9點15分打卡 遲到15分鐘 2017年9月6號 9點03分打卡 遲到3分鐘 上班不遲到 是對自己 和公司 最基本負責任的態度 連手拾著我小事都做不好 公司怎麼敢把重要的事情交給你來處理呢 請使者 進行辯論 智豪 為什麼你會遲到 會 會過頭 這不是講會罷嗎 重點就是 為什麼 會睡過頭 智豪任勞任怨的個性 讓他在公司的工作量 越來越多 每當有人離職 老闆 為了省錢 是老闆 直接把離職同事的工作量 加到智豪身上 先是隔壁部門 Christine 財務部 Alan 然後連打掃阿姨 淑芬的工作都變成智豪在做 等一下 淑芬不是那個賣早餐的嗎 對 他轉行了 準時到 更多的工作量 相對報酬也會更多 真的當做遲到的藉口嗎 是你不懂台灣罐老闆 遲到扣心 下班卻無心 打著公司沒賺錢之名 行剝削員工之時 連台風天都要上班 我即將做出最後的判決 智豪雖然上班遲到 但在老闆 刻意忽略加班的因素下 打卡機已經變成剝削勞工的幫兇 暫時宣告 智豪 無罪 這裡是第二個審判 態度的審判 李德村正在回顧你職場生涯的片段 那 他表情也太痛苦了吧 你平常對你的客戶態度多差 面對客戶表情不屑 有轉 講話含糊敷衍 有轉 眼睛基本 講話時眼睛都不看對方 下班 身為一個業務 對客戶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連基本的禮貌都做不到 那你就下地獄吧 月子使者李德村 誰月子使者李德村 使者同步連線 陳智豪並不是對客戶不禮貌 他只得了一種跟女生講話 就會自動緊張的病 兩百塊錢 兩百塊都一台 好了 得到這種病的男生 只要跟女生講話 或是對到眼 就會變得非常不自在 愛耍帥 不好意思 可以借我個訂書機嗎 兩百萬 小錢 哈哈 尤其在台灣 這種病特別常見 又怎麼能怪治好一個人呢 大王 态度是可以通過學習進步的 但幾年下來 他還是沒有辦法克服 和女生講話 就是自動抓帥的病 這根本是不知性取嘛 缺乏學習的態度 也是會下地獄的 好不快走走 他主管都叫了他什麼 走 報告 主管什麼都沒教 坐上 就像謝少妹看到大王您這麼漂亮 就變成一個腦餐 你所得讓這麼單純的男生下地獄嗎 男生看到正妹會害羞 也是理所當然的嗎 好啦好啦 這給你過 加油 這...這樣也合理過 這...這樣也合理過 被告治豪 被告治豪 有趣 正職的工作沒做好 整天在外面兼差 下班有空就開Uber 他是因為沒有遇到好老闆跟工作環境 沒有 我早就給過他機會了 有趣 為了追求穩定而不敢轉換跑道 不是人之常情嗎 穩定 保障五萬九個月的養 大王你什麼都不懂 他下個月就要和女朋友求婚了 女朋友 打開業績 口口聲聲說為了女朋友 彈性工作八小時你不去 竟然瘋狂兼差 你有停下來聽過 他真正想要的嗎 要建立穩定的財物 追求高收入 不是用小鮮肝來換 為了短力 卻讓事業和生活失去平衡 傷害自己 也傷害身邊的人 來人啊 宣讀他的判決 你受死吧 冤死鬼 我不是冤死鬼 我還呼得好好的 昨天開始主事 等一下 志豪 他說我老闆 不好意思 老闆 志豪 老闆有愧於你 員工 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 你又是公司最冷老人員的員工 希望 你可以回公司來 跟老闆 一起奮鬥好不好 志豪 找到老闆的良心 發現 不可能 只要得到老闆強心的挽留 在求之地獄的失業者 都可以無罪釋法 只好祝你找到一份好工作 你今天怎麼比我還早下班 彈性工作八小時 我今天比較早上班 嫁給我吧 可是 不用可是 勇興盲屋 保障五萬九個月 保障五萬九個月 但是 不用但是了 彈性工作八小時 我 不用我了 志徒志的友善職場 培訓成房間達人 不用餓了 透過科技工具輔助 快速上手並強交 不用在外日曬雨林等客戶 我是說 我最近變胖 怕穿婚紗不好看 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 謝謝你 因為你的悔悟 台灣的冠老闆又少了一位 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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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那 那 我就幫志豪加 1K 加到 23K 哈哈 你要子不只 讓詠慶都50K起跳 你下地獄吧 啊啊啊啊啊啊 鬼哥連內衣都沒穿 是鬼 大帝 我前天是來拍那個 李安導演的新戲 臥虎長龍2 臥虎長龍 鬼哥 鬼哥不要 看哪一邊